随着想天的慢慢到来,天气又慢慢变得燥热起来,这时,很多胖子就开始烦躁起来了,因为人胖,所以就会比体重正常的人都感觉热,这时就开始想着不吃饭,没胃口,也不想做饭, 其实,遇到燥热的天气,是谁都会有这样的想法,不单单是胖子有这样的想法,今天您看到我这篇文章,那你就不要着急,教你做这个菜,保证你胃口大增,这个菜简单易做,而且不油腻,看起来自相味俱全,这个菜不需要放一滴油,有着鲜艳的色彩,酸酸辣辣,非常开胃,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,正在减肥中的人也可以放心吃, 其实,紫甘蓝的颜色越深,它的营养价值越高,同时紫甘蓝还富含花青素,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剂,有助于盐管衰老的作用,紫甘蓝也还有大量的纤维素,不但可以促进肠导蠕动,而且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,同时还有助于机体对脂肪的燃烧,所以说,这个菜对减肥是非常有用的, 在制作的过程中,如果你想要保持紫甘蓝的固有颜色,那么你在炒或者蒸煮紫甘蓝的前,最好加入适量的白醋,如果追求投赶好的德化,可以加入适量的白糖,这道简单易度,青、脆、酸甜开胃的小凉菜,不到两分钟就能做好上桌了, 所需的食材有,紫甘蓝、青椒、白醋、大蒜、红糖、白芝麻、盐作法 1.把所需要的食材全部准备好 2.把紫甘蓝和青椒切成丝,装碗里备,用 3.加入适量的食盐 4.把大蒜拍打成1,然后加入碗里去,同时加上适量的白糖 5.把适量的白醋加进去 6.把所需要的食材都加进碗里去,然后搅拌均匀即可食用,撒上些白芝麻,那个味道简直好吃到饱 就这样,一到没有一滴油掺杂的美食就做好了 你有没有学会呢?主编强烈推荐,您关注这个好 5D Good Days